大家好 今晚是10月8日晚映画春秋 今晚都有嘉宾Mike 然後我是Grace Thomas 我們先前可以先講一些消息 Thomas,我們先講金馬映之題 已經出了提名 今年金馬映是因為大陸杯葛的關係心 所以所有大陸片絕跡 另外有很多和大陸有關的香港電影公司 都是沒有派片來參展 這次反而有些港片會在這裡的名單出現 那些應該是獨立製作 獨立製作 有一套就是金刀 有三個提名 包括鄧麗欣拿了最佳現影原創歌曲提名 另外有最佳男主角 朱柏匡 朱柏匡 這套金刀其實是拿政府錢來拍的 電影是拿了首部劇情片計劃的基金來拍的 那Golden Sins發行的 那Golden Sins是一間 以本地為根的電影發行和製作公司 所以他都不會理會大陸 究竟那個風向是怎樣 另外一套就是叔叔 叔叔好像是嗎? 今天亞洲電影展好像還未有看 沒有 反而Ednaz他們和Gear他們很幸福 他們在釜山影展是看到的 這套的導演我不是太認識他 但其實他們說他是拍開童智電影的 因為我看到Alice他扔出來的時候 有這套片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這套戲是沒有為意的 有兩個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泰寶和袁富華 另外有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著劇本的提名 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台灣和香港有些合作 因為主角有台灣人 也有一個香港人 今年沒有什麼香港片 大陸片絕職 今年也是台灣片的天下 但你看那個名單 明明但其實也不是說真的沒有片好看的 其實也有很多片都是成為焦點的 例如有一套就是《反效》 《反效》真的很厲害 現在在台灣收了兩億台幣 兩億是很厲害的 因為近年台灣 就是說過片其實 那個票房其實是 一向都不一樣的 之前你過了Kano之後 其實都沒有哪一套戲 其實是可以收到兩億、三億、四億 這麼大的票房 那《反效》就拿到十二個提名 那香港就移一下移一下 要移到十二月才可以看 我覺得她是想吃金馬獎 金馬獎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的 是的 我猜她看看她拿到多少個獎 然後就拿這件事來做宣傳 那《亞洲電影節》就沒有這套戲 沒有這套戲 那一開始我以為那些午夜場有得看的 沒有啊 出了名單沒有啊 原來沒有啊 但是其實呢 我們繼續說金馬獎 其實呢 今年最佳導演 其實反而沒有了一些中港的電影參加 今年台灣導演的名單 真的全部都是台灣 不是照得仁不是的 陳哲藝新加坡的 是的 陳哲藝是不是之前有套戲 有套戲《巴媽不回家》 《巴媽不回家》 《巴媽不回家》 那個也很好看 很好看的 他這次有套《熱帶魚》 但是香港就沒有 今年《亞洲電影節》沒有選擇 《熱帶魚》就是在多倫多電影節做了首映的 哦這樣的 我評價都不差 嗯嗯嗯嗯 另外《植母花園》就拿了九個提名 《陽光抱著》十一項提名 首先 說說《植母花園》 《植母花園》就是林書宇 就繼告別四年之後 一套新的作品 那麼 這套戲是一套馬來西亞片來的 是嗎 因為你看那個 你看那間 那間公司叫Astroshawn 那間應該是馬來西亞公司來的 其實是大馬吧 就是其實是 大馬台灣 另外有HBO Asia 哦 就是有些美國投資 嗯嗯嗯 還有《植母花園》是講英文的 《植母花園》 是啊 因為我看到有《亞布歡》主演 有《亞布歡》 有李心潔 有張艾嘉 嗯 所以都 他英語 國語和日語對馬 是啊 因為他應該說 他是改編一個馬來西亞作家的一個作品 嗯 那這套就 《AFF》就能看的 是啊 那《陽光》好像《鍾萬雲》的新作 拿了11個提名的 都很厲害 其實是 其實今年台灣電影受歡迎的那些片 多數 因為大王 我們的好朋友大王 他上半年就去台灣看了那些電影 他就說不清他覺得不太好 那可能那些最好的作品 就全部堆在下半年到出現了 那另外有些說另外的作品 《卓人秘密》就八個提名 《卓人秘密》其實有些失望 在台灣的票房是很不好的 趙德仁其實拍一些東西 其實都是很偏風的作品 你看那一套 那一套 那一套拖著 拖著有湯牛 不是不是不是 很有趣的 趙德仁那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就是 你喜歡他 我們說過了 喜歡就很喜歡 你喜歡就很喜歡 你不喜歡就不喜歡 但是又說湯牛 就算你多喜歡他 有時候有些畫面是 有沒有那個必要呢 最上一套也是 就是說 吳可希被人殺的那段 突然間那一刻很暴力的 他很喜歡這些東西 很喜歡突然間 那一刻來表達歌手 那個很暴力的爆炸力 這套《卓人秘密》 其實這套《卓人秘密》 還有一個 我覺得值得留意的 就是因為 吳可希是有份參與這個編劇 其實是 我經常很想知道 他們兩個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這樣 好拍檔吧 我們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然後繼續下去 其實今年 我們如果喜歡台片的話 看到名單其實都很著藥 因為其實他好像 台灣金馬像那邊 那邊都這麼說 其實他說 雖然沒有了中港的電影參與 但是其實 也都是有一個很特別的顯示 就是告訴你 我們今年台灣電影 這個真的是我們今年台灣電影的全貌 其實是 給你看 他說 其實 怎麼說 很有趣 反而是因為沒有了另外兩個地方 反而是今年他真的告訴你 這個就是台灣本土的電影頒獎禮 其實是 甚至乎他裡面 就是他那些導演 那些其實很多都是台灣的一些 很有經驗的導演 另外有一套 叫做那個我最親的那些陌生人 張作奇的新作 張作奇 是 這套就可能 阿章你也知道我看過 沒有 可能你再遲些看 有沒有機會看呢 是啊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女主角 呂雪鳳 呂雪鳳 其實這套戲是做女主角的 這套戲 之前呂雪鳳 如果你有看過 他都會金馬獎獎獎 之前曾經憑 張作奇那套 突然間忘記了 那套戲 我看完之後是很不舒服的 其實 看完之後我不敢再看 我突然間忘記了 那 其實呢 然後呢 其實你說 是不是只是台灣片 不是的 因為其實金馬獎 它是代表華語界 華語界的電影 其實我覺得算是一個 殿堂級的頒獎禮 不過其實我都要想一想 一件事就是 金馬獎自從 不知道是一九九幾年 他容許所有的華語片 參加 參加之後 其實就有很多香港 甚至乎內地的影片 其實就是去參加 壟斷 參加之後 甚至乎有一個問題就是壟斷 嗯 因為尤其是好像是一九八幾年 那時候 那些台灣電影人在台上 差不多是 失落到不勒不堪 全部都是香港的影片 拿獎的 其實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 觸發點 令到他們開始去 自己去 找另一條路 其實我們看到台灣片 有一個低潮期 那時候 因為你偏重去一些藝術片 好像侯孝賢 蔡明亮那時候 很出名的 但是大眾是不能夠接受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沒有娛樂性 其實那時候認知到 因為你現在再看回 其實侯孝賢的片 是不難看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的人覺得不好看 可能那時候的品味問題 但是你看到今年的金馬獎 好像他說 你要有票房 我有票房 你要有藝術性 我有藝術性 我是去展現一個多元化的台灣電影 這次是 其實也是 你好像之前 其實他都說 有些戲是很受歡迎 但是他都是比較沉寂的 其實不是那個票房 不是那麼好 但是這次他不是 其實是 他有很多導演 其實他台灣出了個名單 其實他裏面都有說過引憂 他說 香港的電影 其實會比較 有一個優勢 就是你留意香港 是多了很多新導演 新年多了很多新導演 台灣他說 其實他們覺得 新導演都不是很足夠 所以其實他說 這件事 就要大家互相互補長短 其實你看回新導演 也有一個香港代表 就是金刀的黃耳林 黃耳林 其實你有沒有留意他是誰 沒有 你沒有看嗎 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ViuTV的綠豆 也沒有 馬加烈與大衛綠豆 黃耳林是編劇 那時候我是很喜歡 很喜歡這套劇 原來他有拍金刀 就是拍這套片 另外還有一個 紀錄片其實是香港紀錄片 那套戲 要戲拍 卓齡其實你有看 卓翔 出場 他專門是拿一些粵劇的題材 來做紀錄片 你有沒有看乾蛋爐 乾蛋爐也是 對 我就是很喜歡乾蛋爐 乾蛋爐就是 有兩個年輕人 然後去踏入粵劇之路 你知道現在 沒什麼小朋友看粵劇 不懂得欣賞 那為什麼還有年輕人 走去入一行呢 嗯 就是其實說這件事 這次他這個 卓翔的戲棚 其實都是講 粵劇文化的 他之前還有一套 鏡片是講崑劇的 嗯 這個已經沒有看了 然後短片 其實短片繼續 都是有一套香港代表的 其實之前在台北電影節 已經是有個提名的 老人與狗 老人與狗 其實除了這套 還有一套 還有一套香港 我先找一套 因為先浪潮 其實你可以看回這套戲 好像是熊 找不到名字 熊祖二米 是的 熊祖二米發生 都是先浪潮的代表 其實好像 我如果沒有記錯 我不知道現在WiuTV的網上 還有沒有 因為WiuTV早前 就播了所有先浪潮的短片 近一兩年 他也有做這件事 是的 但是我記得好像 網上是有得看的 你們可以上網看這兩套短片 其實很短的 只有三十分鐘左右 可以留意這件事 金馬掌就講到這裏 接著我們講亞洲電影節 是的 今年亞洲電影節 他終於給你長一點時間去選戲 也是因為時局問題 本來是星期二日賣票的 但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又延至去 就是今天 晚上七點才開始售票 我錄音的時候 是定了時間 但是最後 有沒有得買都是不知道的 都是不知道的 其實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商場關門 你真的沒有了 大家都知道 香港 就是亞洲電影節 他的賣票情況 比較奇怪 就是你要去那間戲院買 這件事我真的要插 你七間戲院 港九新界 大哥 你叫人撲票 我又不想給收入費給你賺 你知道最後 好像我們這些 就要怎樣呢 就聯合幾個朋友 兵分幾樓排隊買票 就是 其實你實際上 沒有辦法明白的 為什麼他不可以在那裡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系統來的嘛 他應該可以點 在那裡買票 你那些全部播了網 有什麼理由 你不可以選 其他戲院來賣票呢 就是你今時今日 沒有可能的 這個不合理的 所以就是 沒有可能的 甚至大陸那些 就是你在大陸 大陸 你知道其實 他所有電影 戲院的票房是聯網的 就是 你在一個網站 你就可以賣了 所有戲院的票 不是 應該這麼說 他在一些 所謂的平台 他可以連結到不同的平台 其實有些平台 就好像 Number台那樣 那他就 可以直接去按進去 然後你隨便選 香港都有做這件事的 你去Movie6那個APP Number台拿不上 Number台 有些戲院 拿不上 他拿不上 他拿不上 有些呢 他就會你按進去 然後就射進去 有些可能 我不知道 跟他關係不好 或者沒有真正的合作 就是按不下去的 還有呢 如果你有看部分 軟線 你看到那個 Ticket System 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 巴佬會 和聲影會 申保 你都是那些 其實是同一間 外判公司 做的Ticket System 一定是 就好像你UA 你一定用City Line 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人都插了這麼多年 他會聽你嗎 還有他的手續費 那些Ticket System 那些外判公司 是每張票收錢的 真的很貴 7元帳 7元帳 香港 香港10元 10元啊 10元嗎 我記得之前是7元的 沒有啦 加了很久了 所以我們才不想在網上買 但是 鑑於時勢的問題 連買碼都要上網買的 大家都知道的 我也很難告訴你 其實 又補充一句 上個星期 我們錄音 我們研究K11 那個戲院 又要你另外開過一張卡 是的 多謝你 Thomas 你雖然整天動我 OK 我終於儲到分了 OK 我說了一個秘密 對 那個秘密 大家不記得了 你可以再聽回上一集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話說 就是 那天聽完你之後 我就去試 然後試完 原來是可以在網上 那個系統那裡 去買票 是可以的 即是不需要開過一張卡 這樣的 即是網上買票 都可以做到你想做的 暫時都應該是 OK 但可能節目再這樣去幫他宣傳 就不是了 這個你 不過這個節目應該他們不會聽的 是嗎 會的 他們有得他 說回 其實今年亞洲電影節 剛剛適逢 就是 剛剛踩到這個 10月4日至11月19日的台灣月 其實一直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節目是有做到的 其實是 台灣月早前就是重播這個 空山寧月 我沒有記錯 空山寧月 因為石俊是故意飛過來香港出席 那個首映禮 也是在香港打得最厲害的一天 應該是星期五晚 然後呢 他今年呢 我最喜歡最開心的就是 他有一個叫做台灣手畫 他每年都有的 他每年都選了大堆台灣片 是的 剛才我們講了幾套 另外還有一套下半場 金馬獎也有六個提名 是的 然後有一些沒有提名 也不代表他是不好的 江湖無難事好像有兩個提名 但是江湖無難事 如果你有留意金馬獎 因為金馬獎他有一件事很認真的 就是他的提名名單 他宣布呢 講提名名單之餘 他會告訴你 為什麼有一些電影是進不了的 那他說江湖無難事 其實是一個滄海為主 因為他的敘事手法呢 是很特別 很有趣 但是他說無奈 因為其他對手太強 所以他才進不了 但是他說這套戲呢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這套戲 因為他整套戲都講台語 所以可能在香港上話 機會是比較爛的 不會的 你看字幕物都 等等 大家都靜了 其實有沒有什麼唇 有啊好像有 大佛普拉斯 是的 大佛普拉斯 唇台語上的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好朋友 最喜歡看泰文 難道他認識嗎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不知道 他帶姐姐進去 你知道香港人很奇怪 然後他還有一些可以留意的 那我今年呢 我就買了一套叫做老大人的 我覺得是因為故事問題 那 還有這個聖人大道 因為我有 我最愛的賴艾賢主演的 那 還有其餘 有野鳥之獅 大鵝 大鵝應該是一套很獨立的電影 我都買了這套 是 那所以呢其實呢 看回那個片目呢 台灣那個 手畫的片目呢 依然是這麼精彩的 那你買了飛第二 如果到時你沒得看的話 他會不會退回飛 好像說會退錢 會退錢 但我最好就不好了 因為影展跟你普通 戲演相的戲不同 你戲演相的戲 你可以選個第二場來看 是的 但影展都沒有 你一定要退飛 你沒有第二場讓我選擇 還有你影展呢 其實這個事情都講一下 但現在這個時勢 其實做影展是很艱難的 非常艱難 因為你沒有了一場 你不是說就這樣 你在一個伺服器裡拿一個招背 就要播放這麼簡單的 因為他這些影展的影片呢 其實你抄了一個伺服器之後呢 其實他要有一條key才能播放 他那條key其實是有時間 甚至是幫助做一個限制的 現在他們都是行Digital Copy的 即是現在不會有 3 有菲林 極少 菲林他就算是播 現在都很少可以在戲院播 你要去一些大館 電影中 不是 Art Center Art Center 那些地方才可以播的 電影中心好像拆整一部 4院拆整一部 特意是拿來播菲林 播3、5的 對 然後說回今年亞洲電影節的開幕電影 就是兩部講片 就是這個 施治山上 梁國斌他之前那部 就是死開一點的 那個導演 這次施治山上 拍麗子片 這部很麗智啊 真人真智改編就是麗智偉的故事 另外一部就是梁柏堅的 再見UFO 這部會不會被人背割啊 有人做了護旗手 誰 蔡卓彥做了護旗手 但是另外還有徐天佑 你有沒有留意 徐天佑做了什麼事 搞到他們 傻都不再傻 但是我們是支持徐天佑 還有我們是支持梁柏堅的 如果你有留意梁柏堅 平時寫這些東西 你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人 閉幕電影 就是金刀 剛才說了 另外有一部Baby復仇記者 就是 這個彭浩祥的外將 陸耳心的 首部導演作版 不是啊 他之前有一部同班同學的 第二部 第二部 因為我看過同班同學 我太討厭同班同學 所以我很記得這個導演 另外還有一些隆重呈現 就是這個 墮羅花李卓斌 墮羅花就是 自殺的導演 哇 暈碧霞 暈碧霞 Annes看完之後 會發燒啊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你問他 他每次看完暈碧霞的電影 他都會病 很邪 不是啊 我看完滋散了 大哥 然後 如果你再說 今次有很多套選擇 對 另外有一套 《失蹤》 剛剛說的 《氣棚》 《氣棚》 《3CM》 《王兆邦》 《王兆邦》 《王兆邦》也不差 《紫飛魚》也拍得很好看 另外就是 《周冠威》 一個複雜故事 《周冠威》的身作《幻愛》 《夜鄉鴛鴛鴦心對保》 梁敏佳的 劉慧恆的 《劉慧恆》的一套作品 就是 《你的世界如果沒有我》 但這套是內地片來的 嗯 如果你看下去 跟《香港國際演示》有比 其實說了很多次 我也要從香港講一次 為什麼 人家可以拿這麼多港片 港片 港片的人多得這麼厲害 是的 還有一些港產片 我以為有的 最後在這裡是沒有的 有些片 我以為在香港電影節目出現 但是 都是現在在這裡出現 就是這個 午夜場系列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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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很想看那套 就是《非常馬奇獄》 終於有一個播了 我不知道香港會不會想公認 就是放在這個 就是這個 阿Gear 不知道會不會看 就是這個 午夜狂熱馬拉蟲 今年我有幾個一次 真是累得很糟糕 真的 看到中間的那一場 一定會睡覺 但是今年呢 他那個戲模 我覺得比去年差了很多 其實是弱 比較弱 除了《非常馬奇獄》 最大問題是 幾齣都不像是恐怖片 《非常馬奇獄》 其實是瘋狂喜劇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放在那裡 我懷疑是 因為通常 你放在午夜馬拉蟲 通常是一些 可能很Code 上演有一套 金基德 人時間人 是 是 很謂瘋在一隻船上亂殺人 在那裡 那裡 最後都沒有上到正場 沒有 最後只要出了碟 是嗎 香港出了碟嗎 人時間人 是 因為我以為上正場 但我發覺已經沒有了 這四套片 我覺得 沒有這些質地的戲 所以我今年就 未必考慮會看《午夜馬拉蟲》 嗯 但是他今年 亞洲電影節 我也有一個很特別的片單 就是這個《柬埔寨電影》 其實我們真的 他的專題 我覺得是 很專題 很精彩 我很有興趣看一套就是 講《柬埔寨電影》 其實去年有過一套《柬埔寨電影》 在香港常華 都是動作片的一套 就是打敗馬拉 馬拉監獄的 是啊 我記得了 那套是《柬埔寨電影》 但是今年他有一套戲 這個名字改得很棒的 就是這個 《暴君何妖福仇儀》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很厲害 怎麼可以改到這個名字 你問一下改名的那個 不如 真的厲害 他還要找到一些很舊的《柬埔寨電影》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沒有機會會接觸到 那《亞洲國道》也是一些 很偏門的地區的電影 他另外有做過伊朗導演的回顧 但是這個導演 摩密德拉蘇羅夫 他之前上的那套就是《就算世界與我為》 是啊 我只是看過這套 這套也有 就是這套 這套也有 就是這個導演 這個導演的回顧展 那他就報到他之前七套電影 這個導演其實 他還在伊朗大學被人 軟禁 被人軟禁 你知道 你在極琴國家派是很慘的 是啊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香港導演回大陸 那你就問問他們 他們很喜歡護其手 因為 但是很有趣 今年有一套叫《Prefestival》的screening 其實已經爆了 就是這套韓國片的意不容辭 還有這個香港的 《犯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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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之強》 其實得罪些說句 我看完《犯罪現場》那個trailer 我都擔心有沒有市場 《犯罪現場》是香港片來的嗎 是啊 那天不知道誰說給我聽馬雷莎 你不是說我告訴我馬雷莎的片 那天有人跟我說 不是 是香港來的 這套是香港片來的 因為他講警匪片 你也知道的 現在 警匪片 現在差不多不一樣了 兩個匪警片 匪警片 匪警片 我好像只有英文字幕 中英文字幕 不是啊 我可以逼適 我可以看 你這麼開心啊 意不容辭 當然 其實他也挺敏感的 在說四十年代日治期間的朝鮮半島 日本的政府是要打壓韓國的語言 要消滅一個民族 先要消滅他的語言 就是講這一班人 這班韓國人 怎樣去編讚出第一本 屬於朝鮮人的韓語詞典 去對抗極權的 那這套是其實都 唉 我真的想說 在這樣的時間 看上去好像有另一番之美了 真的 還有還有兩個 還有還有一個專題就是 他就是播一些亞洲的那些 那些紀錄片 嗯 專門講社會問題 抗爭的那些紀錄片 其實這個專題我也有興趣 其實我想說真的好像好看很多 他的專題是真的 做得很有心機 我知道他想做什麼的 是啊 他不是一個影迷嘉年玩 然後就弄完 他是有個很專門的角度 在探討什麼 嗯 所以我喜歡亞洲電影節 因為他的片幕實在太精彩了 還有今年有兩套玻璃壺片 最少兩套 就是純正玻璃壺片 一套就是Sandru 其實之前好像Alice 我記得他有提及過這套戲 有提及過 有提及過 就是有一個演員 嗯 很出名 然後又吸毒 濫藥 然後又被人當作恐怖分子 Sandrui Dun 這個也挺有名的 Bollywood演員 其實是 這套就是他的自尊 那這套戲就是 Netflix 是將會有得看的 十幾號 十幾號 那如果你想看中文字幕 你就看Netflix 如果你想在戲院看的 那印度片 英文字幕其實我覺得OK 不難看的 不難看的 那就進戲院 另外還有一套是Gooley Boy 都是一些 玻璃活氣來的 比較傳統的 傳統的玻璃活氣 很多舞跳的 Gooley Boy 我找不到 我記得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Gooley Boy Gooley Boy 這個 這個我反而沒什麼 留心有套的 那一套片 很可憐 因為其實剛剛你說的 那套Sandrui 因為他是在 上年 應該是嗎 釜山電影節 是有播放的 Free Idiots的導演 的新載 對 他那些東西有沒有看 上年 不知道 可能Alice看了 所以他有提及過這套 因為上年釜山電影節 他也有去讀 那就是 那其實呢 我們雖然說了這麼多 亞洲電影節的電影 但是呢 其實能不能順利播出 都是一個 謎 一個謎 一個謎 還有你這麼多 商場的戲院播 真的謎 其實呢 有一個很諷刺的東西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到 好像今個星期 為什麼我們沒有怎麼說戲 是因為呢 我連戲院都不敢入 因為你入完之後 你出來 都不知道 有沒有車回家 就是你看完Joker 看完車出來之後 最好喜歡Joker的世界 我也跟你說 我真的星期五看Joker 我真的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我本來看了9點多的 Woodie Allen那部電影 但是呢 已經有朋友提及我 說你走了 你回家 他就覺得這個不可能 當然時我香港應該會遇到 你進入乎 我就走了 然後就說下 danse 我一直走走走 然後去沙嘴 我問他到底有沒有轄的 他就說沒有 因為沒有沒錯 我說因為 我們已經住在香港島 我唯有 游馬尾走去沙嘴碼頭 他還真的有旗船 我看到些人就是要搞定 去年的船 因為 трав體 如果你不乘船越便 fi vais 你們應該沒有任何車 是來過了 除非你走回原坊西水去搏一下他有沒有過海車 好了,我過完海,回到中區都是沒有車回家的 幸好我一輛巴士都沒有 沒有,沒有巴士很久了 巴士沒有,地鐵沒有,電車沒有 你去接的士,但是會收很貴 我明白的,因為這些時間 而且你現在有緊急法令 沒有保險的 你的的士被人打破了 我補充一點,當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當然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會繼續怎麼發生下去 都是明天 我意思是不知道接下來的狀況會怎樣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體驗就是 我兩次在旺角看完電影 旺角很有趣的,旺角不關掉 因為… 因為… 昨天都關掉了,九點鐘下閘了 我不知道,總之我兩次都沒有關掉 而且我看到很晚的,我經常看到他下閘 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我兩次出來 是真的走出門口 你記得嗎? 一走出門口 我有一輛兆巴 我一走出門口 然後就上車 然後就上車 很有趣的 一上車之後 其實你自己不知道多少錢 大家就很興奮 很開心 好像很久沒見過車 然後上車 通常現在是16位還是18位 各個人很齊心的 然後上去之後 大家就在說沒有車之類的 因為… 就是… 黨鐵一早就執拆了 不要理他了 OK? 因為大佬每天都沒有車 搭到車的時候 接著之後 巴士公司 就算再有良心 有時候也是會停的 沒辦法 因為路面都走不了 走不了 因為現在搭巴士其實很開心 現在搭巴士就是 經常都是改道的 有這個特急快車 對…全部變了 X線和P線 就是在漫長 這樣很開心 在海旁走很快 通常兩個站就到家了 然後… 但是… 都謝謝Van仔 駕Van仔的大佬 在這樣的時勢 真的很像接仔放學那樣的 他們很頻繁的 一車車的 兜來兜去 然後… 那些市民 大家都很開心 在這裡多謝司機大佬 但是當然 收費是非常貴的 我前兩晚搭是30元的 過海 在哪裡? 黃國去… 北角 北角 不過打仗 福建國 福建國 不是 不是 好可愛 昨天福建國 一沒收錢 哇 這條街靜到 靜到 真的 所以我那天很欣賞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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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錢就不做事了 所以我真的很難明白 說回很無奈的事給你聽 其實呢 之前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一個叫Indy Panda的現影展 是正在播放的 但是鑑於這個… 其實很多商場都自我收… 其實我明白的 因為它要保障員工的安全 而且也真的沒有車上班 是啊 那它唯有呢 是會很提早收的 那變成Indy Panda的影展 它的開幕電影呢 就是十二個嫌疑犯 其實是一套很… 很想看 因為它在韓國都未上的電影 反而在富川 國際電影只上了 但是因為它無奈 它是播放時間 是五點鐘 下午 那它商場那邊 其實呢 遠方通知它 先通知它 就說我們可能一點半收 那又一邊退… 其實最後都說你… 都好像六點… 六點鐘都收了 整個商場收了 有一成是 那所以變成了 其實它說 我們唯有要靈命時間 去再播放 那所以呢 剛剛我和Thomas都說 其實因為很多 戲院都會設置在商場裡面 如果商場要關 你戲院都要關 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這個假期 星期六、日 又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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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都關了 不是 又一成星期二日關了 德福、淘大 IFC 其實大量的 新鴻基的商場全部都關了 對呀 清衣城全部都關了 那裡面 貓含戲院的 都做不到生意 其實這些 其實這些是一些很好的 其實暑假的 我們知道暑假那一陣 已經賺不到 因為大家 六月開始打的 好了 想著 有兩個星期一 都假期 十月一號 大家都知道 什麼事了 又是打到 又是要關門 我差點連 家都回不了 剛剛我在機場回來 好了 十月七號 你個個其實現在都不會怎麼出街 因為個個都怕沒有車回家 其實為什麼我們現在是這樣 因為真的不會沒有車回家 我那天是在旺角銀行 兩次都是旺角銀行中心 上車 然後下車就在景龍街 那大家其實現在很齊心 就是先過去先 對 對 真的走回家 我是在銅鑼灣走回北角 因為那個街很奇怪 其實很有趣 有時候你換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人生這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Once in a lifetime 我上次去乘車 我就很開心 我就遇到那個外國記者 然後呢 她的酒店就是灣仔 然後呢 她一直在那裡等巴士 我很記得那天 然後呢 她很迷惘 沒有人幫到她 然後還有一班人在那裡等巴士 然後我們就打開窗 跟她說叫她上車 所以她坐在那裡 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 跟著我們就問她 就是整個車人 我們在問她 究竟她在做什麼 她說我要回香港外里 先過了海 過了海 然後景龍佳樂 然後就給她個Googlemail 就說 其實你現在走下去 你是沒事的 這樣子 然後我還看到那些小蚊子 是有些要坐在地上 就是當然 十六座當然有十七個位的 十七十八 前面坐一個 但是 那兩個位我們大家知道的 OK 那個我們就知道的 大家香港人有沒有意會到 那些奇怪的位置 一向都知道的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是有一個坐在樓梯的地下 她不是坐在樓梯 她是坐在樓梯的地下 自己在那裡拿著 一個小妹妹在那裡拿著 當年是上紅汽車的 但是 紅汽車沒有這個感覺 但是我自己忽然覺得 就是 很同舟共濟 真的 真的是 很開心的 那種感覺 然後上到車 很奇怪的 然後上去 大家就是這樣 在罵政府 在罵警察 在罵地點 真的很好笑的 然後就說 小心點 走上街 然後另外 一下車很可愛 誰走東區 幾個人一起走好一點 突然撞到警察 很嚴重 其實很無奈 Thomas你也是 對 我也試過兩次 就是看完戲 就是要走回家 我是要游泳梯 走回到樓梯 走到 她要走山 上面的就安全一點 走荷文田 我是 你走後面的路 上城街 走貝征道 她那裡就安全一點 應該不會打到 你那個很安全 那個位置當然沒有人進去 甚至我昨天 我在我區裡吃東西 其實很正常 我昨天不過很開心 大哥 沒有人的 我昨天室宴門也很寧靜 是啊 挺有趣 基本上你沒有 你沒有示威者 沒有警察 這樣就很平靜 我昨天有個愷現象 沒關係 不關電影的事 但我覺得很有電影感 我昨天 就去沒有飯吃 然後 就走去 那裡叫什麼街 錦平街 即是 那間 不是 那間黨茶樓 福建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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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走去 那邊走去 你知道走去多可愛 我真的好像要去戒鹽 現在走去 然後 就是 有幾隻鐵甲龜 有幾隻鐵甲龜 這樣會撞在那裡 然後 四個警車在保護一間酒樓 四個警車在保護一間酒樓 挺有趣 是不是因為有同名的那些 是長沙灣 被人打爆了 我知道 我想 有什麼貴重的東西進來 是不是 做世界 他是不是想 整群人在裡面 我在那裡看 你知道 已經被人說過 攻上去 你覺得他下面在那裡做事 攻上去 你沒想過他在那裡搜 我跟你說 現在香港很多東西 是比你看電影更幫忙 更有趣 更有趣 精彰的小丑 精彰的小丑 所以我們現在先休息 一會兒回來 我們就講今個星期這一套 小丑 好